自行車架通通都刪除 我覺得頂多你移到另外的地方去 我是覺得民眾的聲音有一點你們沒有呼應到 他們的聲音就是說你這麼大塊地來做巨來做這個巨來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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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到底他們能夠參與到什麼什麼東西 我是覺得當然那我是想到說唯一現在現在讓我感覺到唯一的就是說 你在這些廣場他們可以沒事的時候騎一個腳踏車在那邊轉一轉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腳踏車架千萬不能跟我說就不要了 那個東西假如不要的話我覺得對於鄰近居民的使用更積積乎乎是沒有了 那另外我也我也是期望說那個設施方面或者交通影響方面 如果我看過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像像這個像光復國小那個那個假如說他們需要去用一下這個這個這個場地的話 你們對他們是不是有一點優惠像這種這種木林措施你的設施設備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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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讓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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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有一些有一些使用的這種機會 我覺得恐怕這些東西你們應該要要要去思考做做一些這個這個方便 謝謝 好謝謝來林維 公益事業我已經講了嘛 說基本上合約規定的我們一定會做 至於其他能做的我們也盡量去做 做其他本身就是抱著做公益的心情 所以對會員的指教我們絕對一定會去接受 將來整個營運也會去考量 這個用我的嚴格保證絕對會受到 謝謝 這再組合請還是請您委員 好 各位各位我想剛才這個設計單位的回應 我還是覺得有一幾個概念恐怕需要澄清 而且這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一再強調如果program是4萬 這個就沒有打折的說法 所以剛才那種什麼按照統計可能 真正4萬只有機場那個邏輯不通啊 那所以你不能用尖鋒 然後用特殊的疏散手段來達成你的疏散目的 這個是我擔心的事情 因為萬一如果你常常爆滿 那你又如何 那所以導出一個邏輯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也提醒過 你不能因為說巨蛋可能會賠錢 所以我其他部門要來補貼 可是這個也不同 那當然這次你們沒有這樣講 可是這個痕跡還在 我希望要徹底揚氣這個概念 既然做巨蛋它自己就要平衡 那這裡面就產生一個問題 假如示範你們經過努力 確實把這個壓縮 這個要分情況 正常應該要盡量拉長 不然你一開始離開你的這個園區 就是形成周邊的負擔 那那個負擔一重 居民當然反對啊 這不是問題就出在這裡嗎 所以你理論上如果補能的話 盡量用海綿的作用把離場的人離開巨蛋本身 可是要在你的園區待得越久越好嗎 這才是市區的型的巨蛋應有的特質啊 所以你告訴我說你們查到的離宮是一個pick 那個要壓下來嘛 那我要看你努力可以壓到多低 所以你不要用優質化這種很定性的說法 我希望看到定量的數據 你到底能夠拖多久 是一個半小時嗎 那如果你把時間拉成三倍 可能那個離場 離開園區的人 那個壓力就不見了 居民可能就會轉向支持或者他熱見 這中間的差異就在這裡 你一直拼命壓縮 然後告訴我數據說 你可以把人三分多就衝出去 那衝到哪去 我想就遭殃了嘛 這外部交通一定會出問題嘛 所以我想防災的模擬是一件事情 正常營運是另外一件事情 離開巨蛋是一件事情 離開基地就是園區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要把這幾個階層分出來 那你就卡在哪裡 就會導致你的商業設施怎麼跟它配套 所以關鍵就在那個緩衝區的狀態 所以那個緩衝區的狀態 你的那個商業設施的那個接壤的關係 就顯然還要再加強 所以我講的是這一塊 海綿的作用 那我也希望經過努力 確實我們真的能夠孵出一個世界最好的巨蛋 我也期盼這樣 可是你們要在圖書上要秀出來 剛才那位年輕位代表公司講的 我覺得那個講的太樂觀了 沒有那麼樂觀的事情 你現在所模擬的狀態都是 眾多可能之一嘛 可是真正在一個大型活動中 會產生一個部分 那是多得嚇人 我們現在只就你模擬的部分來解釋 就有些空間需要改善 這個你們也自己察覺到 那我希望你們把模擬的狀況 不同的情境 然後做出不同的分析 然後找出瓶頸之後 然後把人倒進海綿的作用 我希望看到那個海綿之後 確實產生數據 你們那個擅長時間 離開園區的時間 可以盡量壓下 能夠拉長 那這樣子我覺得 才是一個比較圓滿的狀況 那這裡面 我相信很多細節 在圖書沒有呈現以前 我們很難跟你附加意見 那我想幾次立志的改善 你們巨蛋往前移 後面那個廣場就加寬對不對 其實如果可能我會建議再跨一點 然後再往前移一點 那當然這個你們在設計 你們最清楚 那我也提出一個附帶的建議 如果你們怎麼努力 都不能達成四萬 那到底合適的尺度是多少 那這個我們回頭 可能要去交易局思考一下 到底這樣子花的來換不來 我覺得這樣子 才有一個交集有一個平衡嘛 不然我們從專業審議 就沒有著力調好不好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至少今天我還沒有看到 那個海綿作用的效果 那個數字 可不可以你們繼續把那個 解析人流的狀況 然後散佈到你的場 那個你有一個概念嘛 那那個要亮 然後那個中間很多商業走道的設計 就不是傳統的那個商業界的 內在的那個道路 那可能要相對的寬 還有吸納能量 那不同場合 你可以有隱私攤 但是可能某些場合 你要完全進口 那個要看到回應跟彈性 所以我希望我們拿圖來講 不是形容詞 畢竟這是實質的案例 而且如果做的不夠周圓 等到真的做了問題一堆 那這個誰來承擔 問題就很大 所以我想建築師這個部分 請再加把錢 好 是 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是不是把那個委員的意見 都集中了以後 我們再 再來 再起回應